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那天高棚满座 伯恩斯大使也来了 我觉得展的那些内容 包括你讲的那几个故事都特别的动人 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 当然不只是聊这样的一个展 它背后你的其他的一些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些收藏 关于过去的中国的这些历史记录 尤其是以照片这样的形式作为一个载体 所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嘉宾 邹德怀 Hello 大家好 我是邹德怀 在北京的美国中心这一次 这个展览展了多久时间 我看现在是已经结束了 对 正好是一个月 从9月26号到10月25号 所以这一批照片你基本上是从哪几个渠道大概收集到的 这一批照片主要就是从美国 因为这次主要展的就是当年美国来中国并肩作战的这些美国人的故事 我选了16个人的故事 来华的故事 所以这个是我们粗浅理解的那种当时飞虎队的这批成员 其实就是真正的飞虎队其实只是指AVG时代人 真的是民间 对 贵华支援航空队 存在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 那段时间是真正的飞虎队 后来是因为都是陈那德领导 而且这个名字也打响了 所以就沿用了 后来像这个驻华特遣队 然后最后就是到这个14航空队 对 所以就统称都成为飞虎队了 这次飞虎队和14航空队只是占其中一部分 那包括还有陆军 陆军从大人物像史蒂威 还有包括齐福斯将军 然后还有小人物 还有一些当时比如说麦克纳莫 是帮这个孙利仁部队破译密码情报的 然后还有一个美国人 他是训练广西游击队的 就一些小人物的故事 对 其实这次主题就是战争时的英雄 和平时的友邻 这个标题是和我一起策展的 哈佛大学的老师张晴老师起的这个名字 其实想体现就是 我收藏这些人的故事 战争年代他们都是英雄 但是在战争前后 他们其实都是老百姓了 他们是父亲 是母亲 是儿子 是兄弟 是姐妹 对 你在这一次展览有16位主角 里面几个特别有代表性的 你可以来给我们听众稍微讲一讲 对 比如说排在第一 因为我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排的 排的第一个就是肖特 本来是波音航空公司 在1930年左右的时候 排到中国的一个试飞员 其实就是相当于推销飞机的 后来是因为它航空技术比较好 而且中国那时候向美国靠旗 然后所以后来减桥航校 就聘他为教官了 结果后来在1932年 128事变就第一次宋物会战的时候 他驾机路过苏州火车站上空的时候 就发现日本人在轰炸火车站的老百姓 所以他就开飞机要去驱散日本的战机 结果最后就被6架日本战机包围 就给击落了 然后就不幸就牺牲了 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为中国人牺牲的美国军人 而且本来这事跟他没关系 没关系 他就是开飞机路过 对他后来是这样 他阵亡之后 国民政府是举办了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仪式 当时上海万人空巷了 而且专门国民政府请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弟 然后从美国赶来上海参加了追悼会 而且我现场也放了一张追悼大会的照片 本来是在上海红椒机场那边 给他落了一个纪念碑 一个墓地 最后是因为你也知道 到了60年代的时候 他的墓地就被毁了 被砸了 被砸了之后 但是他的弟弟 就当时来参加葬礼的弟弟 其实一直很想念他的哥哥 但是中间有几十年时间 中美是断交 他也来不了 结果到了70年代末的时候 中美复交了 然后到70年代末的时候 然后他的弟弟就来中国了 来中国四次 才终于找到自己哥哥 肖特的坟墓的残建 就你也知道 那时候有很多国君或者国民党 一些名人的一些坟 都造桥修路 然后所以他当时就是 机缘巧合之下 也在农家院里 发现几块肖特意识的墓碑的残片 最后他就联系了苏州的政府 最后苏州政府 因为那时候也算是中美灭月期了 苏州政府就在苏州本地 盖了一个肖特的纪念园 这是反正第一个故事 对 而且这个算是残建 现在是放在苏州革命博物馆里面 好像是吧 对反正被当做文物了 然后在苏州另外一个地方 他建了一个挺大的一个纪念园区 现场其实故事除了白人以外 有一个华人的故事是非常让人 说的是那富二代 对 那个是非常了不起 我当时听了很感动 因为我听你当时讲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没想到他那个结局 是那么快 其实他的相册 我不是从美国买的 我是从国内的一个文物贩子那 就是买到了他的一套相册 还有包括他的伪认状 还有包括他夹在相册里的那封信 他是这样 他是广东江门武艺的华侨 他的父亲张炳莲是美国当时富甲一方的一个华侨 有种植园 有蔬果园 有物流 有超市 有庄园 很厉害 非常有钱 在他的相册里面 20年到30年代 家里有游艇 你当时秀了一张 他33年在旧金山的海域 开四人游艇的 他叫张一鸣 对张一鸣 然后还有一个 就他和他的朋友出门 真的每人开一辆豪车 他不光开豪车 他开飞机 开飞机是后面 就是他要立志从军报国了 才去学飞机 他后来之所以去学飞行 是因为1931年918事变之后 然后海外华人就是身受震动 第二年1932年 128事变之后 因为广东的19路军 很有名 然后蔡廷凯先生后来环游世界的时候 去那华人的地方 因为都广东华侨比较多 就刚刚说到像肖特就牺牲在那次 对 牺牲在上海那次 32年 然后蔡廷凯先生那时候 后来就是到了海外 就专门在华人聚集地 就演讲 那时候海外的非常多的华人 就深受触动 他们就要从军报国 那有钱有条件的人 当然最喜欢的 就当时最疯狂的一个事 就是开飞机 当飞行员 因为飞行员的时候 在20年代 是一个最具冒险家精神 也是一个最前卫的一个运动 对 对吧 你想这个轰炸灯金杜利特 当年的是美国一些极限挑战赛的 空军的飞行员 都是拿过大奖的 然后包括当时这个林登伯格 中文翻译林白 对吧 第一个横跨大西洋的飞行 那真的家喻户晓的人物 那就一个英雄般的人物 就跟今天登月式的那些 所以当时有钱有条件的华人 他就想去学习飞行 张一鸣 还有后来很著名像陈瑞田 然后这些人都会去学习飞行 就在美洲华侨飞行学习驾驶飞机 包括那时候他还交了一个女朋友 叫李安拿 李安拿 对 然后两个人开着飞机约会 特别浪漫 你20年代 那肯定最浪漫的事 就是开飞机带着女朋友上天 像珍珠港里面那镜头 的确是 比珍珠港还要早10年 对吧 然后后来到了1934年 35年 他就毕业了 毕业之后 他就和一群华侨朋友一块坐船 就去了广东 那时候广东人肯定回国报校 就去广东了 在广东参加了广东空军 最后广东和国民政府 又要分庭抗礼 结果最后广东空军的时候 做了一件事 就是广东空军集体北飞 飞到了南京 支持国民政府 这个在钢铁雄星里面 是一个事件 国民政府统一广东 是 后来他当时从广东空军 就转变为了国民政府空军 从广东的航校 就到了杭州的简桥航校 所以在他的相册里面 夹了一封信 那封信上 就是他应该是写给他表弟 或者表哥的封信 说怎么办 最近父母又来催婚了 广东人20多岁了 还不结婚 对吧 家里这么多产业 还需要你来接手 他跟他的应该是表兄弟 就说 但是没办法 他已经决定申许国家了 就是谈婚论嫁 这种儿女情长的事 等着抗战胜利之后再谈 那是他1937年初的时候写的 结果没想到 1937年11月11号的时候 他就在河南上空 对吧 寡不敌众 就被日本人击落了 洛阳上空 对 洛阳上空 就壮烈牺牲了 对 但是他只有24岁 24岁 对 你想一个这么有钱富二代 可以说当时那一场 其他15个人的故事 白人包括史蒂威将军 这种家族加起来 可能都没有他家有钱 但是义无反顾的 就为抗日牺牲了 但当时的中国空军 其实主要就是这样的一批人 当时东北航校的 高智航 对 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刻板印象 就大家那时候因为 像《五问西东》里面 像王力宏的原型角色 对吧 他其实就沈重慧 沈重慧私人相册 也在我这 对 那是另外一个小故事 还有像齐邦元的 张大飞 对 就他们这些人是家境很好的 所以就是包括 后来张昭伟导演的冲天 纪录片 里面像林慧音的弟弟林衡 这些人其实都家境很好的 包括南开大学的创始人 张柏林 对 张柏林的儿子 也都是中国空军 后来牺牲了 当然这些故事是耳术能详的 但是他就会给人一个刻板印象 觉得当时中国的空军 都是这些扩哨 其实也并不完全是 像其中有很多人 他其实也是 就是非常底层的家庭 对 比如说这个 同样和这个沈重慧 前后脚阵亡的这个飞行员 叫严海文 他就当时严海文 那个飞机被日本人击落之后 也是在松国会战时候 在上海 被日本人击落之后 日本的地面搜索部队 就把他包围了 最后严海文 他是拿这个随身佩戴的手枪 向日军连开竖枪之后 然后最后留下最后一颗子弹 然后严海文的名言 就是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然后他就吞枪自杀了 他家境是非常非常的底层的 而且他原来就东北家庭 东北沦陷之后 他们家是以难民的身份 逃到了关内 然后所以就是家里 他作为这个长兄 还要这个给家里赚钱 他的母亲又要养着几个孩子 什么就非常非常的惨的 这种老百姓家庭 其实还是占大多数的 只不过就是可能一个富二代 参加空军投身抗战的一个事 可能更能引起人的注意 就是从这个故事的戏剧性 和博得大部分观众的这种 情感调动上这种落差感 尤其是这些人可能都是20多岁 对吧 对 都20多岁 其实你的职业历程 也可以稍微给我们提一下 我们过去也是同行 对吧 有很长一段时间 你在负责网易历史 你还干过一段时间的音频 在立直播客 在立直播客 是不是有段时间 你还在全历史也 对 在全历史待过一年 就是疫情三年 我换了三份的工作 对 其实你们在 就是网易历史的那个时期 我就经常看你们的 很多的那些选题 确实还挺好玩的 而且我觉得你们当时 关注的很多话题 其实跟后来你自己的 那段时间的收藏 你的兴趣 好像一直都是 形成一条明线 一条暗线 尤其是抗战 作为一个中心漩涡 向前和向后延伸 你来稍微讲一讲 你这部分的兴趣 是从何开始的 其实我是从小喜欢历史 因为我从小 就家里人给我买了 这个白话文的一个史记 然后右边是原文 然后对照着读 而且在我 就是还没认太多字的时候 就给我买了 这个东周列国志的 连环画 对 然后所以从小 我是对历史了 文化这个很感兴趣 但是我一直都是一个学渣 就严重偏科 虽然说我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六年 我当六年历史课代表 但是其他很多课 我都是非常差 然后后来 因为我是从小就开始学画画 然后走的是艺术这条路 所以说我在初中的时候 像唐国强 倪平 黄晓明 这些都是我学校的学姐 学长 这要多说一句 你是青岛人 对 我青岛人 然后后来我是大学 我本科我读的是视觉传达 对 因为一直学艺术 其实视觉传达就设计 后来我大学毕业之后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那时候正好是2012年左右 正好是微博最火的时候 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在 还没毕业前 我2010年大概我就注册了微博 后来就在微博上各种 和这些历史大佬文化大佬互动 然后当时中国最好的一本 民间历史杂志叫看历史 我那时候经常观众看历史 经常买看历史杂志 然后我还在微博上 和当时看历史的主编 唐建光老师互讽 我们俩经常互动 然后后来我就是实习的时候 去问唐老师 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去您杂志社实习 然后他说没问题 他说你过来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面试 从那以后就入坑了 所以你从看历史杂志那会儿 开始进入算是这个媒体行业的 对从2012年底开始 然后第二年很不幸 看历史杂志就没了 对没了之后 但是也是一个契机 然后正好搜狐历史频道创建 然后我就去那做了一个基础的编辑 然后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走上了图片编辑之路 对其实我本身 我在看历史杂志做的也是封面设计了 然后图片编辑了 偶尔也会赚点稿什么的 然后我就从2013年加入搜狐之后 我就开始踏入了互联网 在搜狐做了一年 后来又在凤凰网历史频道做了一年 然后最后在网易做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对所以你刚提到你自己的这个艺术专业的背景 所以这个还挺好理解 就是后来为什么你会把很多的就是关注点 关注在这种视觉的 尤其是影像的这些表达和留存上面去 对对对 而且我那时候有一个契机 就是我一般跟别人讲的是 从2015年抗战胜利70年开始有这个契机 但其实他根本不是 对因为我们很熟 所以私下讲 对我想因为其实从2012年到2015年时间 我有花了三年的时间 然后我去了四次建本寨和越南 我把建本寨和越南的每一个城市全都走遍了 在当地华人的帮助之下 采访了将近100位华人的幸存者 红色高棉 对对对 从1975到1975年 三年八个月零二十天 对我主要是采访了这一段历史的华人幸存者 因为这一段历史 其实海内外基本上全都知道 尤其咱们父辈 那时候天天在广播从电视上就知道 西哈努克 秦王 布尔布特 乔森潘 对吧 农县这些人 同样海外也一样 像海外耶鲁大学的大屠杀研究中心 他就因为红色高面大屠杀 所以才成立的 但是长期以来 海外的学者或者海外的机构 研究的主要停留在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捷补寨人的自我屠杀 当时这700万人是怎么样减缘了将近300万人的 另外一个就是捷补寨境内的几十万的越南人 他们就完全被杀光 这就是种族屠杀 但是那时候捷补寨的华人 至少是在40万到60万的区间 有那么多 有非常多 结果最后呢 他的检员至少是一半以上 就你可以理解为死亡是至少20万人以上的 但这段历史基本上很少很少有人知道 但是你像杀戮之地那个电影 获得奥斯卡奖的 里面的那个捷补寨裔的男主角 他就是华人血统 而且华人他有一个比较悲哀的一个现实 因为华人在那大部分都是小工商业主 或者经商或者政府职员这些 所以最后当他们被红色个棉清算的时候 这些人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 就最早先死掉了 而且也是当时其实有一些罪名 扣在华人头上 就是类似于像自古以来 稀释和压榨 坚博战劳动人民血汗的吸血鬼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他们很惨 但是长期以来很少和少有人会研究到这方面 那你第一次去柬埔寨之前 你知道这些事吗 还是你是去的过程当中发现的 我去之前我是大概知道一点事 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去 但是那时候互联网上的资料很少 而且很多后来发现其实是很多是假的 比如说取脑浆 这些其实都是讹传 后来回来之后 看历史杂志的老师鼓励我 写一篇稿子 然后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资料非常少 尤其是华人的非常少 后来我就自己就去了 去了之后我就扎在那了 采访完之后 后来我是在2014年末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口述史的这个采集写完了 写了26万字 而且那时候呢 其实已经是和国内非常棒的一个出版社 是已经都已经谈好了 结果2015年初 开始很多出版社都开始倒霉了 所以这本书肯定也出不来了 联想一下这个题材 现在估计是都不太可能 但是在2015年之前 真的是有希望有可能会出的 我能够感受到 你如果是在2012年 13年那个时间节点 这种题材 通常大家还是会觉得 对吧 我只要能够完成它 基本还能够面试 是 所以我经常就赶不上套 对 就没有赶上好时候 所以后来呢 就是因为我在采访这些华人的过程中 他们的故事非常惨 往往都是一家14口 18口 甚至20多口 结果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活下来了 但是他们因为当时这个清除这个城市化太彻底 所以他们家里没有一张照片 就是他们除了留下口述史和当代 我去拍下他们这些影像以外 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痕迹 这也是我就写书的时候 觉得非常遗憾的一个点 结果2015年呢 那时候正好我写完书了 书又出不来 其实我原来是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 就我想写了尖部寨之后 我再写越南 写马来西亚 写印度尼西亚 就是我想把当时华人遭受苦难的地方 我都想写一轮 而且印尼越南这些 我已经联系好了当地的朋友 准备要去的 结果最后 后来因为这个书出不来 后面这些肯定就泡汤了嘛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先暂时先搁置这件事 我就想调转一个研究方向嘛 正好2015年的契机就是 康战胜利70年 当时是因为陈旭明老师 把我介绍给了网易 因为网易那时候正要创建这个网易历史频道 所以后来我就加入了网易历史频道 我本身我就是做图片编辑的嘛 对历史照片非常感兴趣 而且又做设计的 2015年开始呢 我就是委托海外的一些朋友 帮我去搜集这些老照片 我在2015年6月份加入网易的时候 第一个月呢 我就用自己刚收藏的一套这个清华日军的相册 我做了一个图片专题 首次公开的一些清华日军在中国拍的一些照片 包括男人大肃杀的一些新发现的一些史料的一些照片 很残酷 但那时候互联网是你不需要打码 结果那一组图级呢 点击量破一亿 我刚入职第一个月 就把这个优秀员工奖就颁给了我 据说呢可能是当年唯一一个 对我也不太确定啊 但是从那以后呢 总编辑还是总监呢 就觉得我擅长做图片故事 所以说呢 他们就说你既然喜欢做这个 那你就去做吧 就发现了一个特殊人才 对对对 结果后来我就一头扎到这儿 因为既然做图片故事嘛 我就正好也找到了一个好的契机 我就让朋友 本来我最早就是去日本留学 去德国和美国留学的朋友帮我找 后来就越来越多 渠道就越来越广 所以你后来去搜集这些老照片的 很多渠道也是有大量的人 其实在主动联系你 对非常多 而且有很多各种离奇的一些渠道 我这有一些是从德国那边 就是买到的嘛 是我当时在德国留学的一个哥们 他是专门收藏这个军品的 尤其是第三帝国 还有纳粹的一些寻章 一些相关的文物 但这个其实在德国本地是不合法的 是非法的 那德国呢 它就有一个地下黑市 其实我们听起来是非常高端了 实际上就是我们BBS论坛 但是你要充值买会员 你才能进入这个论坛 而且论坛里面交易的 凡是带万字符号的 都会打一个马 算是打一个参边球吧 就很多各种各样的渠道 我之前在日本旅游的时候 在东京也看到有很多那种军宅 因为日本人玩这个是他们也玩得非常的细 对那些德国的纳粹的 魏马时代的就是国防军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那个更多是一个cosplay 它还不是涉及到这些历史真品的一个脚椅 但我估计他们肯定也有 很多很多 而且很发达 而且关键是他们有钱 对能够在这方面消费 而且能够发展出一套这种很细腻的爱好 是 我记得我当时最早关注到你 就是邹德怀以及 后来你不是一直用这微博吗 那个邹德怀的老照片 也差不多就是从15年以后 开始收藏大量的这些清华日军的拍摄照片 那个时间大概从15年开始 一直大概持续到啥时候 清华日军的话 就是从2015年一直持续到现在 而且我未来我也会一直把它做下去 因为现在我是发现自己完全收不住了 就像刚才您在我办公室里面 看见那幅本源征四郎的那一批遗物 这个是今年年初日本拍卖会流出的 对 这是被绞死的七个假期战犯里面 这是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流出来的私人遗物 当时那个拍卖会 卖了它大概十几件私人遗物 什么学校毕业证 类似这些关系 然后我是买到了四张 当然也是因为实力有限了 但是我买到四张应该是最好的 不是你已经很有实力了 像刚才你看了支那事变 其实就七级事变的从军计章 然后还有满洲国建立的纪念章 还有满洲国皇帝登基的纪念章都有 对 一共我是买了它四张证书 对 因为我自己看了你很多这些藏品 其实里面我觉得有相当比例的藏品 是你从一些公开的 比如拍卖渠道上买回来的 那价格真的都很贵 尤其是你去购买这些对象 他们都知道这东西挺值钱 你要一本一本的相册买回来 甚至一张一张的这样的一些文件 给它购买回来 最后堆成刚刚在你那 在北京的这工作室里面看的 可能只占你所有藏品的1% 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量 你上次中美合作影像展开幕式 你讲你一共收藏了多少张照片来着 10万张以上 10万张以上 别说收藏的工作 你想想后续的这些整理研究 这些变析的工作 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靠你一个人来 对 因为刚才外说了 因为我这边就是我把所有精力 还有所有的积蓄 基本上全都是投入到了 这个照片的收藏和研究里 所以我的确也没有额外的精力 或者说额外的预算 来再雇佣一些小伙伴来加入 所以现在可能有一个兼职小伙伴 但拿一个最低的一个 其实就说白了就是一个帮忙的一个费用 仅此而已 但是的确我目前为止扫描的进度 可能也就是不到1% 对 所以你更别说我研究的进度了 对 我觉得如果从它的题材本身上来说的话 你会把你收藏的这些 涉及到中国的这些民国时代 或者说抗战时代的这批照片 分成几种类型 比如说如果我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我看 有一方面是来自于纯粹清华日军那方面的 他们的一些互相提赠的 或者说一些遗物 或者就是一些日本士兵在中国拍摄的 这些景观的这些照片留存 还有一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民国 中国这边的政治人物 无论是北洋时代 还是国民政府时代 对吧 有一些高官或者一些将领 通常是一些重要人物 实业家 他们的一些照片 不管它的用途是赠给外国友人 还是说自己留存下来 还有一部分好像我们看到的 就比如说像这次展览上看到的 很多是涉及到二战中美合作这块 有很多是纯粹来华驻战的这一批美国航空兵 或者说美国的这些军人们 他们的一些照片 这是我从我的角度好像就看到这三类 从你的角度你会分成几大类 是其实刚才你说这三类都属于我的一个二级分类 对我一级分类是把它分成四个大类 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这个我把它统一都列入中日战争系列 这个分类其实它是比较笼统的 从甲午战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0年战争 对50年战争 从甲午战争然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有包括在918之前 比如说像济南彩岸这些事件 对然后我都把它列入到中日战争这个系列 这里面其实就包含清华日军来拍摄的影像 中国人自己的影像 然后还有原华美军和驻华美军拍摄的影像 对这是我的第一个大分类 第二个大分类因为我家乡青岛 对然后所以我第二大分类就是以青岛为主 但是青岛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当时从1897年青岛开布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青岛就是被日本人夺走 这期间德国人来青岛 他不是说从德国就直接到青岛 他也是坐船来 坐船他就会路过像西兰 就西兰卡 然后新加坡 然后最后到澳门香港 然后到上海 甚至还有前到汉口的 然后再到了青岛 比如说我买他一本私人相册 里面可能一半以上是在青岛 剩下一半就是他的旅途的 经过的这些城市这些照片 还有一些是1900年 就是庚子事变义和团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有大量的德军 在天津登陆之后 打了北京 打完北京之后 在那一带驻扎完了之后 调到青岛 或者是从青岛再挤城回国 这时候他们又留下了大量的影像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 我说是青岛早期的影像 但其实它更像是一个 1900年前后 一个中国的一个影像 但是主要是以港口城市为主 对 然后第三个大类 就是早期中国影像 早期中国影像 就是从1850年代 一直到1890年代 对 刚我们看了一幅照片 那是太平天国时候 对对对 外国来华的这些 最早的一批照相者 对对对对 刚才你看了那个是 叫李格朗的一个法国摄影师 他是目前为止 能查到的史料里面 第一个在上海开照相馆的人 然后他是一个法国工程师 他在上海开完照相馆之后 正好是太平天国交战时期 所以他也是目前为止 已知的唯一一个 进入过太平天国的占领区 拍摄过影像的人 所以刚才您看了 那个是虎丘塔 而且正好是太平天国 烧之前的虎丘塔 背毁前的虎丘塔非常珍贵 所以你刚跟我说 你能不能认出这是什么建筑 这是摩纳人的出来 是是是 还有包括他后来 也去杭州拍了很多影像 挺遗憾的 他没去那个南京 没拍那个背毁前的 大包安寺那琉璃塔 对这个没有 他是这样的 他目前为止呢 收藏李格朗最全面的照片 是法国国家图书馆 有大概77张还78张 我现在大概收了一半以上 他70多张照片里面 有一张照片 他写的是南京 然后但是呢 近几年的很多史学界的 一些朋友呢 一些学者 他们是其实是反驳 他们觉得这并不是南京 可能是当时李格朗 为了把这个照片 卖高价 对 所以他写的是南京 但如果那张照片 的确是南京的话 那就是南京最早的一张照片 但他应该不是 因为他的拍摄轨迹 基本都是在上海 加仙加定 宁波 杭州 苏州这一带 所以他来中国的时候 当时太平天国 洪秀全 他们已经是定都在天津了 对 所以如果他真的 当那张照片 真的拍的是南京的话 那算是南京在 这个洪秀全时代 是 因为他有一张照片 是在杭州的郊区 拍到了一张 是这个太平天国的 一个城堡 他有拍到 那个时代的这些人物吗 也有人物 但当时他拍这些照片 其实更多的是 为了卖给外国的游客 和外国的一些媒体 当时的一些画报 很多是用的是他的照片 前些年的 英国那边的学者 然后其实有发现 可能是李格朗 在宁波拍的 就是太平天国的 一个军官的一个照片 你想这已经是非常超前了 因为我们知道 世界历史上 最早使用这些影像 来直播的战争 就克里梅亚战争 对 也就1853年 隔了真的没几年的时间 就来到中国 而且当时中国 也在一个大型的内战当中 对 而且其实他还有包括 刚才我还跟你说过 那个罗西耶 就是历史上 第一个来中国的商业摄影师 一个瑞士摄影师 罗西耶 他是比李格朗 还要早一点来中国的 但他仅限于广州 其实都是因为 第二次压片战争 所以他跟着英法联军 来到了广州 然后2012的时候 应该是英军占领过广州 两年的时间 对 两年因为打打停停 然后在和谈 扯了很长时间批 所以像罗西耶 他虽然只在广州 但他在广州 拍了100多张照片 而且这些照片非常珍贵 非常珍贵 对 然后这是我分的第三大类 早期中国 早期中国影像 然后第四大类 就海外华人影像 包括刚才你看的 詹吴九 晚清的姚明 姚明 对 他可能比姚明还要高 我中学时候 在一个报纸上 看到过这则艺事 当时就放出了 就你刚给我看的那张照片 就詹吴九这个人 穿着清朝的那种官服式的 对 然后留着大辫子 特别高 号称是两米四级 但其实我那会看到的时候 我其实不大相信 19世纪 这个可能是 他有可能确实很高 确实有两米 但有没有那么高 其实那时候 也不光战古九 这一个华人是这么高 包括在外蒙古 在土耳其 都留下过这种影像 就是非常高大的 巨人的这种形象 巨人和那种特别 矮笑的侏儒 对 那会那种有点像 金星秀那种感觉 对 其实就像梅孔 有一季拍了金星秀 其实当时也是 因为首先它是来自 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大国 所以当时美国的马戏团 然后就把它签下来了 他和他的太太 还有包括刚才给你看 那个车马 是一个中国的侏儒 然后两个人 就是经常在一块搭配 他当时是 全世界的群人演出 你刚才看的是 除了照片以外 还有他回给粉丝那封信 那封信的内容 就是你给我多少钱 我就给你一张签名照 就这么超前 那封信是1885年写的 握手会 对 你收藏这些照片 遇到过很多 很奇妙的一些故事 讲几个 你觉得就是印象特别深的 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刚才 就说到日本 因为你不是在日本 也逛过很多旧书店 所以我想说一个 就是在2022年的春节左右 因为你知道日本 它的网购 是非常的落后的 不发达 所以它有很多旧书店 比如说卖家 他今年 比如上半年 或者下半年 他想卖一批旧书 画报 照片这些东西 他会把它做成一个小册子 排版都非常讲究 这个小册子呢 比如说他就印了100本 或者200本 专门散发给他的一些老主顾 后来也是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就是他的主顾之一嘛 他就收到这个册子 他一看里面有一个 731部队的一本 私人相册 他就觉得我会很感兴趣嘛 他就发给我了 我一看 哇 这个非常难得 他的册子上有一些预览图 预览图那个图片虽然很小 但那文字写的很多 介绍就大概有个将近500张照片 而且这个林芳三 他的一个认知的经历什么的 后来我先是分两头嘛 一头我是找朋友 先去这个日本那边去查 这七三原部队的这个防疫集水部队的这个名册 有没有林芳三这号人 第二个呢 就是我去找东京的朋友 帮我去联系这个书店的老板 所以后来呢 我基本是相当于同时得到了这个回复嘛 林芳三这个人是确实存在了 有史料可查的 他是这个七三一部队呢 第一课 第一课呢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最臭名昭著的那个部门 就是这个做活体实验的 然后这个林芳三呢 是这个实验部门的雇员 所以他是当时是上手术台的那种 然后呢 我这个朋友当时大年夜 然后去拜访这个日本这个书店的老板 去他们家了 然后看了这些照片 现场把这些照片经过这个老板的同意 拍了一些照片发给我 我一看这绝对没有问题 嗯 所以就让他去谈嘛 这我就立刻就让我朋友去买了 将近五百万照片 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 七三一部队第一课 这种核心部门的第一本私人相册 嗯 所以他的价格就很高啊 当然他标价是一百万日元 然后后来我是找我朋友 过去跟他砍了一下午 在他家喝了一下午茶 就砍了十万日元 九十万日元 嗯 然后呢 用现金交易嘛 我朋友就回家去取的现金 提了一麻袋 九十万日元 然后过来给他现场交易了 嗯 除了这个 我记得你当时应该是15年 还通过另一个相册 引发了当时对于一个那个 526部队的一个讨论 对 因为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七三一部队 当时就是因为你当时发现的那个相册 然后你找到有一个 其实还有另一个番号的 526部队 他其实不遑多让 但是知名度一直都很低 这故事你来讲一下 对 因为七三二部队大家都知道嘛 他是做细菌实验的 526部队和516部队呢 是做毒气实验的 其实说白了就化学实验 然后这两个部队的共同点 都是用活人做实验的 那516和526部队呢 他们可以说是完美的躲过了 战后的审判和追责 526部队呢 其实最早你可查到的这个信息呢 是199几年 90年吧 对 1990年左右 然后当时是在东京 做了一场这个731部队的展览 在展览的过程之中呢 有一个526部队的老兵 他呢 其实就觉得隐藏了半个世纪的这个秘密 应该是该公主于众了嘛 他就在这个展览会呢 召开了一个新闻记者会 然后接受了这些记者采访 意思就是说 你们其实只知道731这个部队 但是你们并不知道还有一个部队和他们是一起做这个实验的 他就是526化学部队 也是拿活人做实验的 这相当于这个部队的番号第一次出现 所以很多人还不相信 然后后来是经过了大概三年左右的一个考证 然后日方和中方这边才确定的确有这样一支部队 而且你看其实这些年 包括731部队的一些小的分支 陆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证据嘛 就因为这些是当时最机密的一些部队 而且像526部队了 还有732部队 在日本投降之前 他们相关的负责人都收到了 比如说把文件烧毁 然后把这些资料扔到了这个河水中 沉在那个嫩浆里面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也的确是很罕见 而且好像是不是90年代 还有一个叫金子十二的一个老兵 对对 来过他就玩这个部队的 对他回过中国 还想指认当时的一些毒气弹的位置 但应该是没找到 没找到 因为当时他是画了一个手绘的地图 当时是这个日本人撤退之前呢 据说是埋下了大量的毒气弹 然后他当时凭着记忆画了这样一个地图 但是你想过了大几十年 对对 开发了 对改造 所以根本找不到了 我是在2015年买到这本相册 后来这本相册 我在互联网上公开之后呢 结果是英国的BBC找到了我 然后给我做了一个专访 就是讲这个部队的一个首次发现 后来在2015年的8月15号 就二战的结束日 在这个英国的BBC全天的滚动播放 那个是526部队的实物第一次出现 对我做了这样一个相册的一个故事介绍 但好像那个相册的主人 虽然他也流露了一些526部队的信息 但其实他对整个这个部队的情况 保密的还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 所以后续的那些研究 比如我听说也有有关部门 还从里面把相册借走过 后来这个研究进展怎么样 其实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 要等待 当时你说这个有关部门 其实军方的一个部门 他们问我借这个相册呢 也是为了寻找毒气弹 但是后来当然也是无功而返嘛 你那个相册的主人公 好像经历是非常丰富的 他是在那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典型的这个被苏军俘虏运去西伯利亚 挖土豆去了 对对对 对然后也是强制劳动 这受尽折磨 后来才回到日本 但他好像这个相册一直更新到60年代 对更新到60年左右吧 这个人应该从他相册来推断 应该是1950年左右 从苏联返回了日本 返回日本之后呢 他就和他的爱人结婚了 结果后来我是在相册里发现 蛛丝马迹 他的爱人就是在维满中国时期 认识了一个日本女护士 两个人当时应该就是在这个部队认识的 所以后来就是可能这个女护士 一直在等他等了五年 他从战福音回来之后 两人就立刻就结婚了 结婚了 对我记得你的这个相册当中 有一张照片我印象很深 应该是这个主人公 他年轻时代跟三个 加上他就一共四个人 少年时代的算是同学 一起合影 旁边有一个后来他自己手写的批注 应该叫全员死于战虎 对对对对 反正他有几页吧 专门贴的就是他死在战争中的朋友 其实526部队在去年还有一个插曲 去年的2023年 韩国有一个收藏家 他是三代收藏士家 后来我是和韩国的先生认识了之后 我才知道他的祖父 在这个维满洲国时代 就是这个传教士 所以他们家呢 其实三代做收藏 有一定的积蓄了 然后呢 他们家就除了在做古董 这些收藏以外呢 一直在收集清华日军 或者说清韩日军的这些资料 然后呢 这个韩国先生呢 去年在日本逃到了一本 516部队的一本相册 然后呢 他最后就在互联网上检索 发现了2015年BBC对我这个专访 后来他就特别想联系我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全世界一共就发现 两本526化学部队的相册嘛 一本在我这儿 一本在他那儿嘛 然后所以说呢 就想做一个对话 一个合作 他就联系了咱们国家 某大型官媒 驻韩国的这个记者站 某大型官媒呢 也联系到了我 就跟我讲了这么个事 就想这个韩国这个先生 特别想和我对话 然后呢 我当时我也录了视频 韩国那个先生也录了视频 结果最后到播放的时候呢 把我的视频全都砍掉了 只放了那个韩国先生的视频 然后后来呢 我就问这是为什么呢 结果最后那个某官媒的这个记者呢 就跟我私下跟我透露嘛 他们领导的意思就是说 只讲外国人的故事就好了 外国人收藏的清哈日军的资料 就是才是他们需要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人 是 对 之前有一次咱们吃饭的时候 做到话 你当时跟我讲过一个 你收藏的照片背后的故事 这个照片的主人是一个中国军人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太传奇了 并且这个人居然在整个的近代历史上 从一般读者的角度 是默默勿问 大家完全不知道这个人 但又如此精彩 我觉得就很讽刺 你来讲讲这个人的故事吧 他叫田明年 他是这样的 他最早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呢 因为他成绩非常的优秀 就是看他的个人履历表 而且不是他自己写的 是官方的履历表 也写的是 他已经不是优秀了 而是优异 就是他要么就考第一名 要么就是最高等级 所以你是在南京查到的时候 在台湾 在美国 其实都有这方面资料 还包括他自己留下的遗物 一批遗物 因为这个是在 机缘巧合之下 大概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 然后我通过一个国内的拍卖会 买到了一批 而且后来是分了两年的时间 然后分开买了他的遗物 而全都是他参军生涯的 这些档案 资料 照片 这些遗物 像往往这种情况 比如说你在拿到他的 真的这些材料之前 其实你可能对这个人 还不是特别了解 尤其这些人 很多在历史长河当中 说白了就是被埋没掉的人 你怎么去判断他的价值 还是说只要有这样的人 你都收 不会 都收的好 我也没那么多钱 对 我肯定会做一些前期的一些考证 对 首先我会看他这批东西里面有什么 对吧 你比如他有丰富的照片 有笔记 有他的一个详细的履历表 那这个人就说白了 他这个故事就很清晰了 所以他的故事 基本在你拍一下 他的这些东西之前 你就已经知道大概了 只知道他的一个 大概的从军履历 但很多细节是不知道的 OK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 我就通过我个人的判断 我觉得这批遗物吧 非常值得研究 非常值得收藏 所以我就去买了 他从哪流出来的呢 是他的后人还是从 肯定不是他的后人 对 因为我后来查到 他的长子 是香港汇丰银行的董事长 所以肯定不是他的家人流出来 太多大了 对 而且再往后就是 当然这后话了 再往后 当我开始写这个人物 研究这个人物的时候 后来我托香港的长城教授 他推荐我去香港圣工会 档案馆 去查到了他去香港之后的档案 对 因为他去香港之后的 个人档案和个人遗物 都在圣工会档案馆里 因为他后来是神职人员 在之前这批遗物吧 应该是在台湾 就是这些年 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 就从台湾就流出了 OK 你前面讲到 他当时在黄埔军校 成绩特别优异 后来他是怎么个情况 然后他就是从黄埔军校 毕业之后 那时候就中国是觉得 中国缺乏重武器 所以说他这么优秀的人 那我们就派他去学炮兵 炮兵 然后就送他先去美国 先去考野战炮兵学校 然后他是以最优等的成绩 毕业了 刚一毕业 然后中国那时候 就开始大力的发展空军 因为中国就是把空军的 这些学生送往美国 进行第三年的培训 最终的训练了 然后所以就说 现在中国就需要空军人才 你去学空军 然后他刚拿完了 野战炮兵学校的毕业证之后 就去学习飞行 然后又是以最好的成绩 毕业拿到了飞行执照 然后这时候 美国开始大量的 开始运用散兵 43年 43年 二战快结束了 对 但就是那时候 才开始大量的重视散兵 然后国民政策就说 说中国现在还没有散兵 你去学散兵吧 然后他就去学散兵 然后又在散兵学校 以最好的成绩毕业 他成绩好到什么情况 散兵学校的校长 美国那个少将 送给他签名照 因为跳伞跳得太好了 他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学跳伞子 结果学得这么好 然后这时候 他就可以回国了 回国之后 然后这时候 中国在这个OSS 就是美国战略全貌局的帮助之下 在这个云南的港头村 成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支散兵部队 也叫港头村陆军突击总队 然后后来改名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红翔部队 他就在里面当教官 结果他在里面 大概也就是工作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 可能也就是八九个月时间 然后二战就结束了 这时候 就是中国 要派一批非常优秀的军官 去日本注入战领军 跟着商阵部门 然后所以就挑他去了 因为他英文又好 然后成绩又优秀 而且他就是见过大世面 所以就派他去东京了 当时黄仁宇 是不是也在预备的部队里面 他和黄仁宇是同事 他跟着朱世民将军 对 然后所以后来 就我额来插一句 因为黄仁宇先生 从军生涯的 几乎所有的遗物都在我这 对 也是同一个拍卖公司 而且也是在那两年 陆续出来的 一开始我没想过 这两个人是有什么关系的 后来我是拿到他俩的遗物 和这个履历表 我发现这两个人是同事 结果再往后 我会发现在我拍卖的 前明年的一些遗物里面 掺杂了两张黄仁宇的遗物 黄仁宇送给他的 不是 是黄仁宇的个人的一些资料 然后黄仁宇先生的这些遗物里面 又掺了两份前明年的资料 所以我就发现 这其实是同一个处处 卖家是同一个 对 卖家是从台湾同一个地方 拿出来的麦子 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两对照着 也是幸好 然后这两批我都有幸 基本上我都拿下来了 对 所以我就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整理 所以刚后来我们就说到 去香港了这个事 因为他最后是这样 他在东京占领军一直工作 工作到内战 解放战争结束之后 他一直都在东京 1950年时候 在东京滑雪 把腿摔断了 所以他就退伍了 对 退伍之后 他就去香港了 去香港之后 他一开始是在禁毒所 对 追查毒品 结果最后 他的确也是个很优秀的军官 在香港期间 通过圣工会的 追到他的道辞 还有复告里面 然后我查到了一个 很小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毒贩走投无路了 然后找到了他 找到他之后呢 然后前明年就说服了这个毒贩 让这个毒贩配合英国的警方 还有基督所一块 设了一个圈套 把当时的这个大毒枭给抓获了 破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毒品案 所以后来这个当时包括英国 也给他表彰了 然后后来呢 他是去世在了这个香港 后来我也是发现 他的这个在圣工会 查到他的资料呢 才发现他的夫人 是康战时期认识并结婚的嘛 就是他的岳父是马约翰 哦 马约翰 对 中国体育界的泰斗 反正也查到了很多信件 就是马约翰和他的太太 写给前明年夫妇的信 就想啊 毛主席对我们太好了 北京各种水果都有 物价又好 你们什么时候来北京啊 欢迎来北京居住啊 不要在香港了什么的 但其实这是 他们在字里行间之中 也暗示前明年夫妇 不要过来 然后前明年夫妇呢 他当然知道这个环境嘛 所以前明年的太太 给马约翰夫妇写的信 也都是讲的就是 香港现在就是各种 也不错了 什么阳光也好 空气也好 对吧 然后你们两个人 就二老身体也不太好 年纪上年纪了 然后什么时候 能来香港看看我们了 就一直在说服 自己爸爸妈妈能来香港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 他太太的哥哥 是抗战时期很著名的飞行员 而且是和王光美的哥哥 王光复都是同一个大队的 中美混合空军大队的 非常优异飞行员 然后呢 他这个胜播会里面 还保存了一批 就是前明年的太太 和前明年太太的哥哥的 这个来信 信里面就是 就非常直白 因为台湾那边也有审查嘛 所以就是基本上全都是通嘛 惨无人道 阻止我们两家相聚什么 就是这样的 很有意思 然后都来也非常心酸 我觉得这些人物成绩如此有益 他们在自己的这些工作职位上 其实表现都特别突出 从任何角度看 如果你是当时他们身边的人 你会觉得这个人前途不可限量 一定会对这个中国 有自己的这些影响或者贡献 但实际上有时候我会觉得 就历史残酷的地方就在于 就有点像我们去看很多 比如两宋时代的中心仪式 以前古人写的一些 经常写到 在酒楼里面遇到什么两个人 这些都是要忠心返京的这样的一些民间人物 对吧 然后履历非常百发百中 最后这些人物都消失掉了 就是你也没有听说过 他们后来做出的那些事业 我觉得你说的前明年的故事 就特别像南宋人笔记里面记录的 这些忠心人物 这些被历史等于是给筛子给筛掉了的人 是其实在中国历史上 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 都有大量的这样的有识之士了 或者精英了 就完全被埋没或者是消失 对 其实就包括上次给你看的那个温永兴的照片 他是1909年从西点军校毕业了 他是清朝派到西点军校的 你想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结果最后他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派上任何用 对吧 因为你想他1909年毕业的时候 清朝基本上就要没了 然后北洋又像走马灯一样各种换 换完之后 结果又国民政府 然后又抗战 自己的人都还管过来 而且说白了就是 大家还是要有圈子 你是宝定军校 对 你是日本士官毕业的 好使 你是东北讲武堂的 云南讲武堂的 你在黄埔的那都好使 你美国回来的 哪怕你是西点军校 还是弗吉尼亚军校 就是你会发现 恰恰是这帮看起来学历最高 甚至他可能学到的东西 真的是最先进的这批人 恰恰在历史上最后被边缘掉了 对 因为这种人说白了 他是当年的精英 他有可能当时他有一声傲骨 他不屑于抱住哪一个系统的大腿 什么的 对吧 结果反而他就被靠边站了 没错 像温影星最后他的结局 就是抗战八年也好 还是抗战十四年也好 都是一直在办公室里 坐冷板凳 最后他的晚年 是在纽约开洗衣店 中此一生 就很典型 就是不是自己人 对 既在这边不是自己人 在那边他也不是自己人 所以他只能 要么就去香港 要么去美国 对他完全没有属于他的地方 就像我前天发朋友圈 晒那一批遗物 叫吴俊的一个少将 然后我之所以买他的这批遗物 是因为 就我最早做 寻找黄德亭的故事 对 然后其实他里面有些儿女情长的 一些小细节 我是没有放在那个视频里的 其实吴俊呢 当时二十年代的时候 他是追求过黄德亭 二十两个人在一段关系 是非常亲密的 他是个女军人吧 他北洋女军人 而且关键是他和吴俊 后来都是在这个北洋系统 都是在奉系 都是安国军政府的里面的一员 然后吴俊呢 最早你想他是在法国的这个军校毕业的 然后呢 巴黎河会期间 然后他就是进出过法国两次 一直都是作为秘书 然后后来呢 北洋时期被奉系重用 按理说他应该平补清晕 而且那时候他包括登报 你想这个中秋佳节 登报纸啊 邀请黄德亭赏月啊 而且还写的情诗啊 就是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看来 可能有点略显油腻啊 但其实那个时代 可能并不是这样想 那个年代其实很奇怪 它是那种有点追求进步 反而会做出很多 今天的人看起来都超前的 对对对 包括当时什么徐志摩在英国 什么登报表示 什么我不是为自己离婚 我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事业而离婚 那是另一种开放嘛 另外一种前端 包括他写诗 对吧 他追求黄德亭 还有包括后来 我查到了一个小报 小报有一个编较料 有一个小故事 很落寞 讲的就是安国军政府倒台之后 然后那时候缝隙 最后也改期一支了嘛 对 大概是1930年左右的一个事 然后讲这个 刚从法国回来的这个吴静 然后折居在这个上海 脚外的一个小绿店里 然后呢 记者知道了之后呢 就去这个旅店 去采访这个吴静 然后发现这个小旅店 虽然私事漏事啊 但是他摆满了夕阳的石膏像 对吧 然后桌子上 全都摆着这个双头鹰的皮具 还有当时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汽水 然后那个记者就问这个吴静 说你摆了这么多好东西 是不是因为黄德亭要来啊 然后吴静就当时就有点慌张了 就说你怎么知道黄德亭要来 然后最后一看记者那个表情 就知道记者是在框他嘛 然后最后立刻就开始有点语无伦次了 答非所问这些 记者走的时候呢 然后反正也是算是挖苦一番吧 就讲这个黄德亭 早就已经游历到大连了 不知所踪 你这还在这个地方 还等着图个什么呢 对吧 大概这个意思 反正这也是两个人的不同谢幕嘛 后来你想 吴静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才 结果整个抗战八年 都是坐在办公室里 翻译教材 根本没派上任何用场 到了这个四五年就退伍 然后去香港了 应该48年还是49年就去世了 去世这么早 对 去世的时候应该是60岁 黄德亭倒是应该是活到了 70岁 70 对 但他们两个人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黄德亭的故事 我觉得非常值得讲 他应该算是你收藏的这些照片里面的人物 最出圈的一个吧 我记得当时22年 那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在分享 你当时视频号里面 那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和朋友一块做 对 因为我没有拍摄 没有剪辑 甚至包括他的剧本 都是和朋友一起做了打磨 就是那个寻找内定黄 对 对 那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你当时收藏了一批 应该是纳粹集中营的那些被解救人员的照片 其中出现了一个中国女人 对 而且那个中国女人脸上其实没有那么个喜悦 她的嘴角甚至稍微扬起 有点那种绩效的一个表情 他那段视频其实是海外的那个原始的记录影像 我当时主要是从美国买到了黄德亭的几张照片 那时候就是还没有买到他从集中营出来的照片 但是我们是在写这个人的故事的时候 然后发现了他的集中营的这个故事就很有趣 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在做完这个视频之后 机缘巧合之下又买到了两张黄德亭的照片 就是他从集中营出来的照片 反正就是和他的缘分一直没有断吧 我这些年一直在搜集他的这些资料信息 而且他也附和一个就是在中国完全名不见经传 这很正常 其实包括这黄德亭的视频 就黄德亭这三个字 他的中文名字 在我们在做这个视频之前 互联网上是没有的 是找不到的 是我们是通过里面的蛛丝马迹 找到了那丁晃的这个中文名字 就是黄德亭 对而且在我们在做这个视频之前 全世界只有三个人写过黄德亭 然后其中有一个华人 就是以色列的那个华人学者叫Aaron Zhang 对他也是因为看了视频 然后才和我联系上的 然后后来发现我们都是山东老乡 对讲一讲吧 就是因为后来我看到你去搜集黄德亭的这些资料的时候 发现其实在海外 尤其在欧洲 他生活的那个年代 就是二三十年代 关于他的这个报道 其实非常多 是 他算是个公众人物 对 你来讲一讲 黄德亭他的一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他怎么说呢 当时的北洋的这些画报 给他的头衔是北平名媛 混血名媛 当时你想他西班牙语 英语 法语都非常好 然后长得又是一个混血的一个面孔 而且又高又白 关键是他这个谈吐举止又非常得体 因为他书生世家 他的父亲黄吕和是清朝的时候 驻西班牙的公使 然后后来他回来之后 就接受了一系列这种外交上的这种教育培训了这些 而且他就走在这个时代最前沿 五四运动这些他都有参与过 而且他也热衷于街头演讲 像美国那个记者 为什么给他一个叫做中国的圣女征德的这个称号 就是因为他在街头听了黄德亭的那个演讲 所以他算是北洋政府时期 其实有点官方想去塑造的一个女性 没有 官方没有想塑造她 就官方不想塑造她 对 当时是这样的 只有媒体报道过她 其实她在官方那里面可以说是挂不上号了 我们可以直接说是在旧社会 大部分女性她其实还是比较边缘的 官方是不会推她的 只是当时海内外的很多媒体 还有国内的一些像北洋的杂志 还有这个话报了 会经常聚焦在她的身上 那我觉得很多人会对她的故事很好奇 你看一个女性在旧中国 北洋时代 当然她有这个背景 你刚刚说到了 她父亲其实是中国驻西班牙的公使 所以她算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出身 那她为什么后来会跟军队接触的这么的紧密 因为我们看到近代的这些女科学家有很多 像一些作家 女翻译家 这非常多 但真正你说去是女革命家也不少 你说真的去当女军人 以军人身份而为人所住之的 其实没有那么的多 黄大廷我记得应该是奉军的上校 他这个跟军队的远远是怎么来的 其实在后来我们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他是在一个舞会上 然后因为奉信特别喜欢跳舞 这很正常 少帅 在舞会上是被张宗昌给相中了 张宗昌有钱 然后又有势力 后来就是说邀请他 就干脆就加入我的军队 就缝隙 后来包括他和张学良什么都有一些交往 虽然是上下级关系 但是毕竟在一个军队里面的女性的角色 肯定还是很少的 一战和二战之间 有些人会觉得比如说从军 可能是一个很先进的事 或者是你开飞机很先进的事 包括美国当时一些华人像李月英 当时就是学的飞行 他们的第一目的也是为了 就响应孙中山最早的那个号召 航空救国 包括后来918之后 大量的华人 不管男女 他们都会在美洲的航空学校去学习 包括中国也有了 中国像严雅清 还有李霞清 这些优秀的女飞舰家 他们其实都是想加入中国空军的 只不过那时候空军是怎么说呢 他肯定是没有女人的一席之地了 这个空军都是男人天下 他不可能专门为你做一个女性的军营 包括美国也一样 你像黄德廷的话 你刚提到 把他带入东北军界的 其实是张东昌 对 后来当然他跟张学良 跟这批东北缝隙的上层 都有过一些交集 他是怎么去到欧洲的 因为那时候说实话 不像咱们现在这种 就是他壁垒这么高 有时候去美国都是免签的 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包括他会法语 随便他可以找一些机会 去法国 比如他可以去到学飞行 所以我为什么要买 这无尽的这批遗物 是因为吴静在巴黎和会之后 他是在国联的中国部门 负责航空的事务部的 所以这个年代正好吻合 我就觉得当时黄德廷 应该是去法国 去找吴静去学习的飞行 然后包括黄德廷后来去美国 也是因为潘复政府 潘复总理 然后把他派到了美国 对 因为那时候北洋 他大量的军火 还有外交 他说白了都是要靠外国的 他不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所以他等于就是在 应该是20年代末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欧洲 就是你刚说到的 西方世界开始说 他是中国的圣女贞德 这个称号应该就是30年代 当时给他冠上的 好像我看到的就是 在33年的时候 应该是黄德廷去了法国 而且当时他参与了 像巴黎的妇女团体 像纳塔利巴尼的沙龙 之后的话 我们知道30年代中叶以后 对吧 欧洲逐渐就是纳粹兴起了 看得到好像 他是怎么最终是进了 纳粹的集中营 这个应该是很晚的事情 应该是在战争的很后期 然后现在是有一些证据表明 就是集中营的一些资料表明 他当时是被抓进来的 可能是因为政治犯 再往后是根据 纳粹安德顿的纪录片 然后比利时和瑞典 那个剧组 然后采访到了 黄德廷的女性恋人的后人 然后提供了一些信息 里面其实有些蛛丝马迹 讲的就是黄德廷 当时是因为参加了 法国抵抗运动 他是先被投入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 然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九死医生之后 把他转送到了 唯一的一个女子集中营 就拉文斯布里克集中营 然后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又是被瑞典的 这个白色巴士行动给营救了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 24年当时被纳粹逮捕了 还好没待太久的时间 待太久可能就出不来了 对 其实当时一开始我们想过 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华人血统 也是有可能 对 你看那个朱德的孙女 他当时就是被这个 投入到集中营了嘛 他就是因为华人的血统身份嘛 但他母亲应该是比利时人吧 当然他虽然是混血女郎嘛 但他的确也会 而且你看他其实自己他对中国的认同是非常深的 你看他在拉文斯布里克集中营里 绣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旗子 每个人在上面绣自己的名字和自己所在的国家 他绣的就是中文的黄这个姓 然后下面是China嘛 对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当时你们也找出来的那个报道 就应该是1928年法国的进取报 当时是有一个报道是把黄德廷和另一个曾经参与过 刺杀袁世凯的那个郑玉秀来一起并列 对吧 两位中国的了不起的女性 他把这个视为一个古老国家的在性别方面进步的一个变革 但实际上你看到1945年两个人的命运对比太强烈了 郑玉秀当时已经成了那个美国圆华会的名誉主席 而且那时候他还是美国驻华大使魏道明的夫人 对 但是你看那个像黄德廷的话 他是一个刚刚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亚裔 我在2022年还是2023年 台湾那边的朋友帮我查到了 就在台湾的国事馆里查到了一份这个电文 就是在1945年国民政府给这个瑞典政府拨了一笔钱 这笔钱就是让瑞典政府给黄德廷的 对当时是因为瑞典政府营救了两个中国女性 除了黄德廷以外还有一个中国女性 当时国民政府是给他们补贴 每人给了500块钱的难民的经费 就那时候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 国民政府也是没有忘记的 但黄德廷其实他跟郑玉秀最大的区别就是 郑玉秀其实是占国民政府 他算是占在历史进步的一边 是那个时代 黄德廷那是你看北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者 是你看郑玉秀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博士 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北洋时代的一颗女性的新星 其实北洋时代中国女性新星太多了 因为那时候留学海外的中国女性非常多 大量的其实都是被时代所埋没 对就包括我之前有一次跟朋友聊天也在提到 因为他的祖父 他是当年也是中国植物学的先驱 回国的时候 当时就聊到一个问题 像10年代20年代 一百多年以前 中国人很多去到海外去进行一些学术研究 如果你读了是一些太前沿的学科 反而你是特别容易在历史当中被埋没掉 因为你回来之后 中国可能完全没有这门学友们 对 你像胡适他们当年研究农学 研究这些东西 他回来你可以进到北大 但是你如果研究当时研究什么植物学 你看我之前做过一个小视频 有个叫李静涵的一个先生 他去美国读的是畜牧业 回来之后他其实是中国奶业的一个开拓者 但是问题是奶业 就是我们那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的 对 所以他就长期被埋没 但是其实他比如说南京人都知道 南京的卫港 那个牛奶品牌 其实这个品牌是一个老品牌 而且是国民政府时期创建的 就中国第一批奶牛 就是这个卫港奶业的 那卫港的历史是不是比光明还早一点 应该肯定是比光明早 而且卫港他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事 就是在南京农县前夕 卫港把他的应该几十头奶牛 然后坐火车南下大撤退 非常非常有趣的 奶牛也跟着撤退 奶牛也跟着撤退 因为中国当时可能唯一匹奶牛 那沿途产的奶牛自己喝掉 对 当然奶业还有很多的一些动物园什么 都会南下 包括当然我们所熟知的国宝文物 这些南下 对 其实就像你说的 很多冷门的这些专业 他可能因为他太偏门了 所以完全就被埋没了 你刚提到的像奶牛也好 动物园也好 这样的一些迁徙 这个被展现出来就太有意思了 因为我最近看到有一本 算是前几年出的新的书 台湾的一个学者 他写的关于台北的原山动物园 他是从动物园的历史上来讲 那当然从日剧时代 这个动物园一直到 你看日本战败之后 台湾重新光复 然后国民政府又迁台 从一个动物园的历史边迁上来看 他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变化 从这个角度 你看北京上海 对吧 这些地方 我觉得动物园的历史 其实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 当然 非常有趣 像北京动物园 他清朝的 对吧 然后像台北动物园 原来有一个明星 是孙立仁将军 从缅甸带回来的一头大象 当时这个大象 就是帮中国远征军 运载弹药 木材 这是大象 工薰级大象 出过力的 真的是出过力的 所以后来就千里挑挑 把他带到了台湾 老一辈台湾人 对这个大象 是非常的有情感的 都称呼这个大象 叫林圣爷爷 还叫什么 所以我觉得 这些是很有意思的 对 像黄泽廷这个故事 当时发出之后 应该播放量 都是好几百万 现在可能更多了 那之后 应该是有很多人 来联系你 我听说赵四小姐 赵一迪的侄女 也是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联系到你 因为他好像是 给张学良和赵一迪送终了 对 他也是真是名门望族之后了 他其实后来 我才知道了 也是一个比较悲惨的 一个开端 他是在上海和天津 出生和长大的 所以他也经历了 50到6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 后来他应该是在80年代 可能才到的夏威夷 当时正好是到了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张学良就是软禁结束了 对 所以后来他就选择 去了夏威夷 张学良恢复自由 应该是90年 90年 他们是这样 张学良本来是环游世界 你想被憋了几十年了 到处走走 对吧 那会儿他已经90岁了 90岁 但身体还挺好 唐德纲老师 采访张学良的时候 张学良私下跟他讲 说你给我多留出一些时间 我还要和别的女的去跳舞 还瞒着赵四小姐 对吧 那时候他都快100岁了 都还有这个经历 当时我就听赵阿姨讲的是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他在环游的时候 到了夏威夷这个地儿 然后张学良就说 这个地儿太好了 不走了 他又留在这 那个真留在这了 墓地也在那 对墓地也在那 本来就在看房子 选房子 然后赵四小姐家 可能当时就他一个亲戚 在夏威夷 就是赵阿姨 后来赵阿姨就帮他们找房子了 还有包括后来 唐德纲老师来采访张学良 都是他在旁边一起陪伴的 后来他也是联系到我了 因为我这里面也提到张学良的一段故事 对因为其实有一种说法是 张学良把黄德廷就是招入挥架子 但是其实更多的资料明确指出 其实就是张东昌了 我们绕回到照片的话 我接触的大量的这些 无论是国民政府的小兵 还是这些当时的 哪怕是上将 几乎就没留下多少照片 尤其是在大陆的 像我认识有一个叫于峰的大哥 他的外公是黄岐祥 那是北伐的时候 张发奎最重要的三个国家 这也越系了很重要的头脑 张发奎后来说 我北伐的时候 他不是第四军军长 那说第四军怎么就变成铁军 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变成铁军 反正我打仗 我就是让叶挺去冲锋 然后是让谁去什么做车翼 然后是让黄岐祥做预备队 他说他的打法 永远是这么一个打法 最后就变成铁军 对黄岐祥他们家当时有六千多张照片 六千多张 因为你想家里又有钱 而且黄岐祥也是当时民国四大美男子的 另外一个版本里面的七一 而且你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黄岐祥也身居高位 六千张照片其实也不是很夸张了 夸张的是文革的时候全烧了 正常 对吧 所以今天上到大人物 下到小人物 照片富毛灵脚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主要是从日本和美国那边寻找一些照片 因为我有时候会从清华日军的相册里 或者是从原华美军相册里 找到一些中国人的照片 像我在大概五六年前在日本买到了一个小军官的相册 这个军官的相册是在河南与贵州省的前军1020作战 然后他应该是在击溃1020之后缴获了一批老照片 然后就把这些老照片当做战利品贴在了自己相册里 有两张照片特别震撼 第一张是一个很大的一张照片 就这张照片他从中间对折了一下 贴在自己相册里 然后上面写的是1020的追悼大会 这是整个抗战爆发之后 1020打完松户打完南京之后 然后最后撤退到黄河丰陀 才来得及给死去的这些贵州的老乡举办一场追悼大会 那损失非常大 他就相当于换了一轮人 有人基本死亡 对啊 然后这个大会的照片是第一次发现 第二个比较震撼的照片是百徽章将军的照片 当然我们先不去说他的结局如何 因为后来有一种说法是他振反的时候 发现他的一些想要谋反的一些证据什么 当然我们先不说这个 只说抗战吧 抗战时期他是当然是立下赫赫战空 打满抗战八年的 他的照片也是全都烧完了 他的孙女现在是在茅台镇开了一个酒厂 用的也是自己家的一个老字号叫百天顺 他的孙女就是一直在找祖父的照片 然后呢就从我这个地方就找到了百徽章将军的照片 而且他胸前别的那个章目就是一零二师写的 对所以这个是照片是他第一次发现 很激动 后来专门从那个贵阳 然后来到北京 还给我定制了一批带我照片的这个茅台酒 然后送了我好几箱 和这个因为他叫百媒嘛 我叫百媒阿姨 和他认识之后才知道 因为这些人都是很苦的嘛 百家就是遵义人 遵义会议的会址就是他们家的老宅 对就是百徽章的老宅就是对 所以很惨他百媒阿姨五岁的时候就是反革命 五岁时候就是黑五类子女嘛 所以他后来也私下给我讲 上学的时候 同学也就是打他骂他 老师也对他的态度特别恶劣 因为他黑五类子女嘛成分不好 就他学都上不下去了 后来他就和另外一些黑五类子女 就是靠在这个铁路边上捡那个运煤车掉落的煤块 靠这个为生嘛 也是很难 我其实特别喜欢听这些人的后人 讲家里一些故事 像我这个我是在去年从美国买到了一个军条部门的 就专门调停国共内战的 1946年47年的时候 他是这个沈阳部门的这个调停内战的这个小组的上校 他是这个负责人 他有一批遗物 包括国民政府给他发的勋章的证书啦 什么的 里面有一张就陈明仁将军 陈明仁将军那时候在东北嘛 送给他的一张签名照 然后后来我就因为这个事 我就认识了陈明仁将军的孙子本 对 后来我们就愉快聚过 然后他们也很激动嘛 拿着这张照片留言 因为他们家也没有陈明仁将军的照片了嘛 然后所以后来他们也给我讲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故事 他讲当时这个陈明仁将军起义了之后 陈明仁跟陈前一起 对对对 互担起义 很解放 而且他是属于双方都是上将嘛 对 国民党上将 他就是这个解放之后解放军上将 而且那次起义 其实背后唐生志其实也参与了 那肯定 这些人 他当时回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陈明仁将军起义之后 没隔多长时间 一觉醒来 发现身边的市委全换了 没有一个是自己认识的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 对吧 他说的那什么时候了 可能还没到50年代 那很快 很快 其实说白就相当于把你控制了 对 对吧 你不能判完这边之后 然后你要再判 对吧 因为我觉得解放初 也就是说49到52年那个期间 其实是个挺神奇的一个时间段 那段时间其实还很宽松 而且那会有很多旧时代的那批 比如国民政府时代 其实不听蒋介石的那批风向大力 龙云 卢汉 包括像湖南这边 包括像傅作义 对吧 这些人还其实实权还是在的 他那个动员能力还是在的 新政权没有完全把他们消化掉 对 所以你刚说的这种 我觉得是有一些很微妙的这样的一些 而且你说那个年代 有一些新政权不想消化掉 或者是想把他给他留一手 就会亲自劝他去香港 对 然后有一些是在香港了 又把亲自把他劝回来 其实那时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时代 一直到朝鲜战争爆发 对 对吧 抗美援朝爆发 他还没讲完 换完世卫之后 那也没有办法 日子还要过 反正就那样了 后来又过了十年 文革的时候 文革的时候 那时候红卫兵造反 造反之后 然后一大群红卫兵 就冲到陈明仁的家里 那会他住在北京还是住在长沙 应该反正不是在北京 我记得他讲的应该是在长沙老家 应该是在湖南老家 然后一群红卫兵就冲进来了 冲出来之后 先是骂嘛 批斗 批斗完了之后 有些人就上去打 他的孙辈自己跟我讲的 亲眼所见 红卫兵在揍陈明仁将军的时候 侍卫在旁边 就像一个铁杆一样 拿着枪就站在旁边看 侍卫不管 后来揍到什么程度呢 陈明仁将军受不了了 想起来 卧室里面有毛主席 给他写了亲笔信 跑回卧室 拿了毛主席亲笔信 这是毛主席给我写的亲笔信 然后红卫兵上去 就要抢这个亲笔信 这个时候 他的侍卫上去 一个枪托 就把那红卫兵给打倒了 一顿揍 拿枪出揍 真的是剑血的那种揍 揍那红卫兵 然后侍卫这时候 拿枪指着那些红卫兵说 我们现在是在保卫毛主席 所以这个是 自己家讲的故事 虽然我是这个 陈明仁的卫兵 你们打陈明仁没关系 但是你们不能 对吧 有毛主席的亲笔信 对 对 反正有时候 就因为这种契机 会听到很多这种故事 对 还有包括 这次就是 因为开幕式你来了 后来 又有三次开放日 然后有一次是从杭州 来了一对夫妇 有一个叫做吴源的先生 吴源的先生 然后他的父亲吴七尧 是中美混合空军 第五大队的飞行员 很优秀 然后因为我们认识好几年了 就是他是专程从杭州来北京看这个展的 然后呢 他来的时候他带了很多资料 因为他父亲当年至少就是美国这边 给他父亲颁发的奖章 至少有八到十枚左右 中美混合大队嘛 顾名思义 中国飞行员和美国飞行员混在一起 编制成了一个飞行队 然后空军第五大队呢 抗战结束的时候 做过两件最了不起的事 第一件事是负责押送金井武夫的专机 到芝江洽墙 是他们这个第五大队押送的 然后呢 负责护送何应青去南京 接受日本的投降 也是第五大队的事 所以就非常非常无上光荣嘛 那王光美的哥哥王光复也第五大队了 刚才是讲的前名年太太的哥哥 也是第五大队的 然后他的父亲呢 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后来他父亲呢 就是留在大陆了嘛 做了27年的老 可想说所有的照片 所有的奖章 全都焚毁了嘛 后来呢 到了晚年 到了这个90年代的时候 其实你现在从网上搜到 就是说大陆最后一个飞回队 当然他不是最后一位了 他第六月飞回队 在杭州登三轮车收费品 这是他当时就这样过了七年的时间 就是登三轮车 捡废瓶子 废纸壳 你很难想象 90年代初的杭州街头 一个登三轮车的 一个拨着腿的 一个老大爷 捡这个路边扔的废弃纸壳 他竟然会一口流利的英语 写的那个英语 写的特别好 所以后来90年代的时候呢 他就是联系上了美国的议员 希望美国能给他补发 他遗世的这些奖章 后来因为90年代比较落后嘛 也没有电子化 所以当时这个议员就没有找到 当时美国人给他这个颁发奖章的这个记录 所以这个事最后就很遗憾 但是呢 这个吴七尧老先生写给美国议员的这个信 英文信啊 里面就很明确的写的 就是我愿意用我的余生 来寻找我失去的荣誉 就是他就希望美国那边能补发他这些奖章 对 当然最后他去世的时候 结果这个梦想也没有实现 对 但是呢 我是怎么认识那吴源大哥呢 是因为我当时在台湾拍卖了一批空军第五大队的一个飞行员 叫阎乃兵的一批私人相册 他的这个照片里面都是第五大队的照片嘛 在这个指江洽翔的外面 第五大队的几个当时关系特别好的兄弟嘛 飞行员坐在一个吉普车上 五个人还六个人的合影 当时我只认出了阎乃兵这一个人 我就把这个照片发到了网上 就吴源大哥一眼就发现左下角那是他的父亲 而是发现的就是他父亲 他目前发现他父亲唯一一张穿着飞行服的照片 刚下飞机 他能够氧气面罩都还没摘 戴着那个大的那个飞行镜 穿着飞行夹克很帅 这他发现唯一一张 后来他就认识过了 特别激动 然后就赶紧把这个照片的高情扫描件 我复制了送给他 电子版外给他 我们就认识了 他这次来看展呢 也是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然后燕欢去这个美国国家档案馆 找到了他父亲的这些档案 尤其是当年美国颁发给吴七瑶老先生的 这些奖章的这个证书 他都找到了 所以他把他复印了之后交给了吴源大哥 这次来呢 我也是帮吴源大哥引荐了美国大使馆 希望美国大使馆看看有没有办法 找到美国的相关部门 不发他的这些奖章 这也算是能了了 吴七瑶老先生生前的一个夙愿吧 嗯 对 我觉得你这边现在真的是个富况 就是你应该是掌握了特别多这些 故事 故事 你看前面提到的那几个随便另一个故事出来 你也一个人物原型 他身上的那种震撼程度 他那种人物的戏剧性 对 其实我在想 就是中国这些故事太丰富 太多了 对 而且中国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它可能更具有传奇性 因为它越复杂的时代 你都甚至必须要你多做什么事 你只要活过这个时代 你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小小的传奇 对吧 真的你各种九死一生 或你经历过各种大事件 你这样一串 你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故事 对 确实就跟你说 其实这个富况 你看随便拎出一个人物 哪怕这个人物在很多对于中国近代时 有兴趣的人那里 都是完全没听说过的这些人物 对 一细挖下去 他一辈子经历的这些事情 你可以找到材料 其实非常多的 是 真的是不缺话题去研究 实在是这个研究的太少了 可能真的就是刚刚开始而已 是 好呀 那今天非常感谢德怀 在胡祖会友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未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故事 可以邀请你来跟我们多聊一聊 是 好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